追逐梦想 城市同行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城市卫视新闻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作为冷战产物和全球最大军事联盟 北约长期固守守旧的安全观念 以旧冷战的手法搞阵营对抗 沦为个别国家谋求霸权的工具 北约口口声声声称自己是防御性组织 实际上却在不断地制造对抗 制造事端 北约要求别国遵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却肆意对主权国家发动战争 狂轰滥炸 导致无辜平民丧生和流离失所 北约明明是北大西洋的军事组织 近年来却跑到亚太地区耀武扬威挑动矛盾 北约持续突破地域和领域 鼓吹集团对抗的新冷战 国际社会对此理应高度警惕 并坚决反对 中国的发展是全世界的机遇 不是任何人的威胁 北约应该立即停止散播 针对中方的不实致辞和挑衅言论 放弃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对抗性做法 北约已经搞乱了欧洲 不要再企图搞乱亚洲 搞乱全世界 I'm looking forward to our discussions today Mr. Prime Minister Our continued consultation and dialogue are key to ensuring the U.S.-Indian relationship continues to grow deeper and stronger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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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you are looking at energy purchases from Russia I would suggest that your attention should be focused on Europe which probably we do buy some energy which is necessary for our energy security but I suspect looking at the figures probably our total purchases for the month would be less than what Europe does in an October 我注意到了相关的民调 这反映了大多数人的正义呼声 乌克兰问题演变到今天 来龙去脉十分清楚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所作所为 一步将俄乌矛盾推向了火山口 美国不仅没有采取缓和局势的实际行动 反而不断拨火焦油 激化矛盾 逼迫各国选边战队 制造非有极敌的寒蝉效应 这不是霸权霸凌 是什么 乌克兰问题暴露的 美国霸权霸凌行径 只是美式霸权的冰山一角 美方固守冷战思维 热衷以意识形态划线 大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 挑动对位对抗 其真实目的 是延续自身霸权强权 美国惯于打着民主自由人权的幌子 通过发动颜色革命的审断 挑唆地区争端 甚至直接发动对外战争 加剧地区和全球安全形势紧张 谋取巨额经济利益和地缘政治优势 美国还动辄会晤单边制裁大棒 打压遏制他国 大搞经济胁迫 严重破坏全球产业链 供应链稳定 美国对国际法和国际规则 合则又不合则器 其所标榜的基于规则的秩序 就是美国维护自身强权霸权的帮规 我们下期待的计划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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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McDonald's香辣鸡肉酥脆多汁 定能让您的未来爽翻天 现时回顾优惠中 6块Spicy Chicken McNuggets 只要2块半 或选择附有Spicy Pepper醬的 Spicy Crispy Chicken三明治 价格与参与活动的店家 可能有所不同 结合疫情防控和生活物资保障的时机的需要 本市的超市卖场相关晚点的解分工作将分区分类稳妥推进 把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的生活物资的供应节点 网点解封出来 对风控区和管控区建立保供的白名单 必备的超市卖场 便利店 药店等网点中的非设益网点 凭跑供企业证明 向所在区商务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经审核后 有各区商务主管部门将网点 白名单超告各街政 予以解封 对防范区除商场超市药店等基本生活必须物资供应场所之外 其他非必要商业场所的应用活动 暂步恢复 大型连锁餐饮企业逐步恢复营业 暂停堂食实行线上订餐 线下配送 处于分控区和管控区恢复营业的商业场所 落实每日为工作人员开展一次抗原检测和核酸检测 按规定强化个人防护 员工应集中居住 闭环管理 固定服务区域加强健康监测 按照重点场所消毒的要求 对重点部位通风设备做好环境的消杀工作 处于防范区恢复营业的商业场所 商场 超市卖场 药店等 严格落实 错风 测温 戴口罩等防控措施 市民必须少藏锁码入场 4月11日 我市新增994例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 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那么昨天全市的定点医院和方舱医院的出院和解除隔离医学观察的人数呢 超过了6000例 他们将返回到居住地接受这个健康的监测 我们也统计了一下 3月1日以来 累计出院和解除隔离医学观察的人数呢 超过了2万人 根据国家和我们上海新冠肺炎防控的有关工作的要求 一旦发现阳性感染者后 需要及时对居家环境以及相关的活动轨迹 及时地开展消毒的措施 通过消毒呢 可以有效地杀灭物品和环境中的病毒 消除可能存在的感染风险 那么对于出现阳性感染者的漏洞 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呢 来做好规范的环境消毒 第一呢 是阳性感染者的居家的消毒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提倡啊 应该尽快地对家庭的环境 尤其是阳性感染者 他曾经接触过的地方 要进行及时彻底的消毒 那么第二呢 是对阳性感染者的所在楼洞的消毒 那么物业呢 在街道小区啊 阳性感染者的报告以后 应该立即组织啊 对阳性感染者 所在的楼洞啊 要进行及时的消毒 那么重点的 是针对阳性感染者 他曾经经过 或者是接触过的 一些地方 那么在这里呢 重点呢 包括了比如说 我们的电梯的按钮 我们的扶手 以及我们的门禁的呼叫按钮 这些公用的部位 那么第三呢 是对阳性感染者 所在小区的公共区域的消毒 那么物业对小区公共区域消毒前呢 我们可以先聚焦 重点聚焦阳性感染者 曾经到访 或者是经过的地方 来采取针对性的消毒措施 4月11日零时至24时 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报告新增本土确诊病例 1,251例 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2,3,295例 新增治愈出院本土病例 1,641例 当日解除医学观察的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2,520例 其中 上海新增治愈出院本土病例 273例 当日解除医学观察的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380例 自2月26日以来 上海市累计治愈出院本土病例 986例 累计解除医学观察的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4873例 当前 疫情仍在高位运行 波及范围进一步扩大 防控正处于关键紧要时期 要继续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 不犹豫 不动摇 坚定信心 更加坚决果断 把各项防控措施落实到每一个环节 要以快制快 加快核酸检测 方舱医院建设 感染者收治 尽快阻断社会面传播 要强化风险管控 快速筛查 找出潜在传染源 及时转运隔离 要切实保障好群众基本生活和就医购药需求 积极帮助排油简单 要始终做好个人防护 积极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特别是加快推进老年人接种 截至4月11日 全国累计报告 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33亿 32.8万剂次 完成全程接种的人数为 12亿4492.3万人 首先我们要对无症状感染者 有一个科学 准确的概念的理解 当我们诊断一个人 为无症状感染的时候 其中有一部分人的话 他很可能是 缺诊病例的 一个潜伏期 那么在观察一段时间以后的话 他会出现症状 甚至会发展成重症 如果不能即使发现 即使接受治疗的话 还是会出现风险的 那么所以某个时点 我们发现的感染者 其中有一部分的话 不是我们讲的 真正的无症状感染者 他是确诊病例的潜伏期 那也就是说 这个带引号的 所谓的无症状感染者 如果居家隔离 他还是有风险的 有风险 那这个风险 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的话 就是他有可能 继续把疫情传播扩散 而第二个方面的话 就是对他本人来说 如果不能够 即使发现他的病情的进展 有可能出过了 最佳的治疗时期 可能发展成重症 甚至对生命构成了威胁 那应该说 这个集中的隔离 有三个方面的优点 那第一个优点的话 就是所有集中隔离观察的 这个无症状和轻症的病例 他们都是感染者 不会出现交叉 传播造成扩散的问题 那第二个 对于这些无症状和轻症的 感染在集中隔离期间的话 他可以接受中医药的治疗 一方面提高免疫力 另外一方面 防止这些无症状和轻症 演变成重症 或者伪重症 那第三个方面 由于在这个集中 这个隔离观察 如果病人出现了 出现了 他向这个重症发展的时候 那么即使能够发现 即使能够转整 即使能够转整 所以呢 如果这个出现 轻症和无症状感染症 我们要尽可能的 把这些人啊 集中到这个定点的隔离点 去跟你观察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截至目前 国家卫生健康委 已从全国16个省份 调派医务人员4万余名 和每日238万管 核酸检测的能力 支援上海 和上海的医务人员一起 开展新冠肺炎医疗救治 和核酸检测等工作 根据这个研究和监测显示 奥米克戎变异株呢 其实还会导致重症 导致死亡 由于各个国家 监测的标准和方法不一样 疫苗的接种率不一样 感染的背景不一样 也包括呢 感染的人群不一样 我们看到 一些数据显示呢 各个国家 奥米克戎导致的这个重症 和死亡的比例呢 也是不一样的 但是呢 有一个趋势和特征 如果没有接种疫苗的话 老年人 和包括有慢性基础性 疾病的人 那么他的重症 和死亡的比例呢 还是比较高的 这也是让我们 特别担忧的一个地方 那么根据世界委员组织 他每天呢 都会发布各个国家 和一些相关地区的这个 发病数和死亡数 那么在整个奥米克戎流行期间呢 其实我们不但看到了 发病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峰 其次呢 他的病死人数 也达到了一个高峰 那么另外呢 我们可以看到 有一些国家 或者有的地区 那么他的病死数呢 也达到了历史的一个最高峰 那么像美国 在奥米克戎流行期间 那么他连续五周 报告的新冠病死数呢 超过了1.5万例 那么另外呢 根据这个香港卫生署 提供的信息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 奥米克戎流行期间 他的全人群 报告的病死率呢 是2.87 那么没接种疫苗的 80岁以上的老人 他的病死率呢 高达15.68 百分之15.68 另外呢 根据香港最新的一项研究 那么在本次香港 奥米克戎疫情当中呢 60岁以上的这个人群 死亡的风险 是30岁以下人群 死亡风险的 252倍 所以通过以上这个数据呢 我们可以看到 奥米克戎变一株 那么对于老年人 尤其是没有接种疫苗 和有慢性基础性疾病的人 带来的危害呢 还是非常大的 4月12号 第七届 北京国际流行音乐周 制式开启 本届音乐周主题 是全力以赴 未来可期 据介绍 5月6号至8号 在北京展览馆剧场 将开启三场演出 音乐周期间 还会举办公益教学 论坛 Live House专场 等近15场演出 和公益活动 发布会上 参与本届音乐周的 宝藏音乐人们 分享了自己 对于音乐周的准备 及期待 我想音乐的魅力 就在于现场 然后我们除了去 演奏我们自己 先发表的 这些新的音乐 还有我们还没有 发表的专辑里面的新歌 我们都会在 这次音乐周上 去把它呈现出来 我们在音乐表达着 自己的这个世界的爱 所以我们也希望 把这个爱的善意 在5月6号 用音乐的方式 呈现给所有的朋友 这场的感觉 怎么说呢 最好的一点就是 他的舞台的感觉 然后包括观众的 对音响啊 对舞台的舒适度 都会很高 是的 然后他的表现力 也会更完善 比如说舞台上 可以有 觉得一场演出 应该有的一些舞美 装置 还有一些 比如说不同的走动 我可以走一走 然后剧场的 对于我的音乐风格 我觉得也就更好 在本届音乐周五台上 陆先生乐队将带着 全新的音乐主题 后毕业时代 与观众见面 主唱郭贝贝说 他把20岁到40岁 这20年定义为 后毕业时代 他希望用音乐 记录这段历史 与更多人 在这段人生阶段里 共同前行 那这20年我相信 几乎所有人都一样 我们都会经历 同样的节点 比如说毕业 求学 谈恋爱 然后结婚生子 甚至于离婚 可能都是在这个时代里头 所以我们希望通过音乐 去提炼 然后去观察 我们希望音乐 像其他艺术形式一样 也有一种 记录历史的功能 所以也是希望 通过这样的方式 能够去分享 音乐周还特别开设了 Lifehouse演出几单元 将于4月13号至21号 登陆将近9 12组新锐乐队轮番登台 呈现摇滚 朋克 释放 舞曲 不同风格的演出 北京国际流行音乐周 秘书长蒋涛表示 音乐是生动有趣的 他希望观众们 能够从这些不同的音乐风格中 体会到音乐的美丽 音乐呢 就是乐于人 它是让这个人呢 这种身临其中 得到放松 或者互动 或者张扬 或者热烈 各种情绪 都有这种不同的 对应的音乐氛围 它是有趣的 生动的 并且是跟我们心灵 能够得到共振的 这也是我们举办 流行音乐周的 最大的初衷 追逐梦想 城市同行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 城市卫视新闻的主要内容 更多的新闻消息 请登陆icdnews.com 我是张岳 关注城市卫视 每天与您相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